古装剧近几年一直属于异报剧 比如去年诚意 曾顺兮的莲花楼 杨子 张婉逸 谭剑刺的长相思都属于暑假党爆款 今天给大家盘点下 2024年代播必看的古装剧 第一部 雨凤行 赵丽颖领更新主演 自《楚桥传》后 今年内观众最期待合作的两个主演 宇文月虽然没有被牢上来 但是两人在这部剧中会再续前沿 目前这部剧定于3月18日 在湖南卫视 腾讯视频 芒果TV 三大平台同时播出 敬请期待 第二部 狐妖小红娘月红篇杨幂公俊主演 这部仙侠剧的阵容非常强大 郭小婷 胡连心 温正荣 助续丹 陈瑶 陈都玲 简直半个娱乐圈的话都来了 第三部 大凤大耕人 王鹤地 舔细微主演 这部剧起点排名第一的小说 属于喜马拉雅平台大IP南平爽文 有声书播放超过66亿次 逻辑推理非常强 小说文学功底深厚 每个人物都塑造的灵动鲜活 非常期待 第四部 折腰 刘雨宁主演 小编听过这部原著属于先婚后爱 婚后夫妻又虐又甜 女主是小乔 容貌倾国倾城 真角色美人 男主是魏昭 一代枭雄 虽然这部剧早早拍摄完 但是女主宋祖尔因被实名举报偷税漏税 导致被封杀 这个剧不知道什么时间才能顺利播出 第五部 英雄志 陈毅 李童主演 剧还没播 陈毅一身红袍 簪花壮严狼造型一出 网友纷纷表示有那味儿了 别看陈毅剧外都是呆萌呆萌的 一入戏看起来就八百个心眼子 第六部 柳州记 张婉毅 王楚然主演 张婉毅饰演一位腹黑族制多谋的王爷 王楚然饰演的是一位敢爱敢恨的债主 配角阵容也是豪华又青春 甚至有网友为王楚然捏把汗 因为女配都是美女担心她被咽压 第七部 永夜星河 余淑欣 顶雨昕主演 这是一部奇幻爱情剧 女主误入捉妖系统属于传书类型 应该非常有意思 余淑欣也属于可爱型 跟女主人设还是非常匹配的 阵容更是值得期待 陈都灵 钟心童 宝建峰 张晨光 朱许丹 徐海桥 视觉盛宴等大家开启 第八部 竹莲玉木 赵露丝 刘雨宁主演 这也是两个人的二搭 身高差 性格反差都是吸引观众的点 另外 这部剧还是唐代为背景 我们拭目以待 另外 还有一些正在拍摄的古装剧 热度也非常高 杨子 李宪 二度合作的国色芳华 肖战 张静怡合作 郑海龙导演的《藏海传》 希望导演快快拍摄 让观众可以尽快享受一场视觉盛宴 大家比较期待哪一部古装剧 欢迎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